用皇后立的是叫哪个甄嬛症 我真的会下 皇后可以杀纯元的凶手 我弟弟可以是绿了我的小狼狗 我给了他三年时间去冰家反行 他还死死抓住滑滑的手 这段时间我是真的见识了生物的多样性 有些人是真的狗 有些狗你是真不敢撒手 我真的谢谢你 因为有你绿了我夜色鸡 大家好我是爱心绝对你见 这段时间皇后太后果郡王轮发给我上课 先是皇后给我来了一劫 我不是Siri你还会爱我吗 大型事故检修失败案例教学 他可能跟我说了一晚上大概就啥意思呢 他不是Siri也不想当Siri 他确实是杀了纯元但他不后悔 他还可能跟我说 他是这皇宫里最爱我 也是唯一一个真心爱我的女人 照他那意思听 杀纯元因为爱我 杀皇寺因为爱我 装Siri装贤会欺骗我 都是因为爱我 你给我wait一个moment 你这个底层逻辑一去掉 就是一个打着爱我的旗号 拼命做伤害我事的私生犯呢 特别是我问他 站在你的视角来看 明明我才是负心汉 为啥你把纯元送到了皇权对岸 可皇后跟我说 他说他乌拉拉拉一艘做不到 OKOK Anyway 无论你能不能做到 我都不能留你 你这样的私生犯在身边 错的无可救药 我正跟他写废后诏书呢 我娘旁边的孙姑姑 就端着诏书过来了 我见过撞山的 没见过撞诏书的 你来着也是废后啊 我就跟他说 我说我正跟着废后比较忙 请在低声后留言 可孙姑姑跟我说 这不能留言 因为他不是留言 他是遗诏 哎呦当时吧 我犹豫了一下 我想着什么遗诏 怎么我都不知道 他就在孙姑姑 宣读我娘遗诏的时候 我突然就明白了一件事 就刚刚我查到的 皇后做的一切 我娘是知道的 皇后杀了纯元 我娘也是知道的 因为那封遗诏上 清清楚楚的 写了这么几个字 他说挨家身后 皇后若有大不敬之嘴 皇上须谨记 乌拉那拉是不可废后 娘啊 你连这一步都算到了 你也到底还有多少惊喜 是真不知道的 可是没有用啊 今天就签完老子来 老子也要废后 就在这个时候 孙姑姑跟我说 你还记不记得 纯元死之前 跟你说过了什么 我在圆圆死之前的 最后一句话 就是让我善待遗修 不可废后 孙姑姑就跟我说 打断骨头连着紧 皇后是乌拉那拉是 我娘是乌拉那拉是 纯元是乌拉那拉是 连我身上也有 乌拉那拉式的血统 如果照这么个解题 苏鲁的话 那我家圆圆死之前 很可能就知道 是皇后害了她 但是她为了 保住一族的荣耀 故意没有说出 谁是凶手 她为了保住 乌拉那拉是的荣耀和后卫 选择了自己一个人 去奈何桥排队 那一瞬间 我就感觉 我最喜欢吃的冰淇淋球 掉在了沙地上 这冰淇淋球 捡起来吃吧 个牙 不捡起来吃吧 浪费 最后我决定 将皇后囚禁于 井人公 非死不得出 众所周知 皇上留恋 儿女情长 本就蛇事 果然呢 没过多久 准个儿有个套马的汉子 他喊了一群套马的汉子 站在我家门口 大放厥词 他先着帅 四十万铁骑 直逼艳明官 又要我每年 给他交三百万 我是大兴的皇帝 必须第一个站出来 反对校园暴力 你也放心 这个准个儿的保护费 我是一分钱都不会给你 可这些套马的汉子 在我家门口 犯了十亿 没有口罩 酒精和和酸 证明他们哪里也不能去 然后他们的老大叫摩格 说要跟我聚聚 可就在那天的宴会上 这个套马的汉子 套出了我家环环 套汉子的事实 他问环环 你竟敢跟皇上的弟弟私通 在摩格还没有说 他到底跟谁私通的情况下 我家环环回答 我跟果郡王的侧附近 长得像 你怕是认错了 完秋 人家摩格根本就没说 你跟谁 你这不是此地 我赢三百两 哥我绝不能相信 我的环环跟果郡王 在一起了 你说我住长江头军 住长江尾 日日四军军都在 难道你在华水 于是我就找了夏义过来 夏义是个什么人呢 夏义就是一个 坏消息发射机 只要你有坏消息 那他一定会告诉 我就跟夏义说 我说你要去顶顶我们家环环 看他身不身上 有没有我的坏消息 就在那天晚上 夏义过来跟我说 这事好像是真的 啥意思呢 我家环环跟果郡王在一起了 我就知道弟弟都该杀 留下就拆家 好说一件没有他 一道坏事顶呱呱 靠还是不死心 我就要亲眼看看 他俩到底有没有私情 当时我脑子里 都蹦出了一个 鉴定绿帽小妙招 问要想知道 果郡王对黄汉 有没有私情 分几步走 第一步 假装要送黄汉去和亲 然后让果郡王 在外面等 并且让他听到 我们俩的谈话 那种 算是果郡王 听到黄汉要去和亲之后 会不会急不可耐的 推门进来 他要是进来 就代表他俩有私情 西贵妃娘娘三四 王不可如损 我真的谢谢你 因为有你 捋了我一四季 西贵妃娘娘虽然是不惜一己之身 可只怕会想黄汉于不义失敌 谢谢你 感谢有你 我越来越捋 能在外面憋这么久 之前你在流云坊上 练的是蛤蟆功吗 苏菲正还有个旁边要打圆场的 说皇上尚未传召 王爷您不能进来 你就别惯他了 他刚个门外 听见西贵妃要去和亲 这会儿于他而言 你别说让他闯进来了 你让他闯关东 他都敢去 然后我就继续激他 我想看看他能为西贵妃 做到何等地步 我就跟他说 我现在是颜面近视 进退两难 西贵妃必须去和亲 可果郡王跟我说 我们不是打不过准个儿啊 我说我也舍不得西贵妃 但是你看咱家的情况 账不能一直打 人不能一直死 你以为我们大清 还有多少良将可以用 说完这句话 我就在等 我在等这个平日里最潇洒 闲境不问世事的 闲散王爷 果郡王 他会不会为了西贵妃 领兵出关 陈丁严领兵出关 我真的谢谢你 因为有你 我捋了一张机 完蛋了呀 做事了呀 他俩就是有事呀 别人说的我不听 我看见的我也不信 我就是要自己 一点一点地去证明 最后一道大题 我终于解出来了 但却不是我想要的数据 果郡王还跪在我面前 一个月的狡辩 他是为了大清的子民 他还恭喜西贵妃 说我这是老年吃醋 这都是因为我心里太在乎西贵妃的缘故 你可不要在那给我吓唬八字处 永远不要低估一个皇帝的疑心程度 能做到这个位置上 多多少少都不是废物 再说还有很多细思极恐之处 比如那天掉出来的小巷 你说你喜欢换币 但那小巷子 其实看也很像西贵妃 如果顺着这个思路往下推 那么可能你一开始喜欢的就是西贵妃 想到这里我就又做了一个局 我说这西贵妃 横在我兄弟二人之间终是祸水 干脆送给摩格算了 其他的爱谁谁 于是我就找了一个夜深人静的夜晚 放了点消息给果郡王 告诉他今天晚上西贵妃要被送去核心 就在那顶喜叫里 但那顶喜叫里其实什么都没有 只有一张治疗十亿的药方 可我是万万没想到 第二天早上 万秋果郡王真的带着自己的亲兵护变 去追了那顶喜叫 缓缓对果郡王什么样我不知道 但这个果郡王是实打实百分百喜欢我们叫缓缓 我当时拿着我的剑 我真的是想砍点什么 但不知道是年纪大了还是失去的多了 一时之间也不知道该砍点什么 只是不想再失去的更多 这件事我就压在心底一直没跟别人说 直到有一天 静飞带着龙岳来看我 龙岳过来跟我说呀 他说他想要两个硬币 收到我 我是你导的 先一天开剧 带爆开来 点赞过来 玩伴员分辨们 也要跟随你 关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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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看到可能有期的视频哦 这两天正常看到评论区有人问 什么时候更视频 哪个哪个视角的视频 为什么还不更 其实基本上每隔一天 我都会发视频的进度报告 和视频里面的表情包 最后给大家唱首歌吧 我真的谢谢你 因为有你 我男的 我做的意思就是 那么一般 给大家看 看看 tirar 我 我